歡迎收看娛樂有意思的聊八卦 今天的八卦正不正經你自己說 有一點正經 但是這也是演藝圈感覺常會發生的事情 只是有很多東西都叫Uncle Table 他們只是你知道現在在Table上演 我們今天要聊的就是話成語花花啦 其實就是這個新聞其實在1月的時候就已經爆發了 就是說華成語她已經有一個女兒跟張碧晨小姐 但是我們今天要聊的就是說 華成語這整個事件部 因為在最近又爆出華成語在 就是跟他以前在每個節目上面 《之子3》的學員梵博藝小姐 就是他們其實有一段情 就是ING 不過兩個人都沒有承認啦 所以華成語你必須要告我們嗎 然後被爆出來是因為在2019年10月的時候 就是梵博藝小姐她去日本就是拍照 還有在她的那個微博上面有就是PO出照片 對然後有人就說欸其實 男伴就是華成語先生 對只是兩個人都沒有承認 然後最近因為就是爆出就是 欸有私生女事件嘛 就是她跟張碧晨小姐前面有私生女事件 所以說這個梵博藝小姐 23歲的梵博藝小姐就覺得說 啊你一定要給我個名分嘛 因為她怕就是 膠閉成就是你知道半路出來一個陳咬金 會把她的就是男友給搶走 有一個姑娘她有一些人心 她還有一些愛吃 有一個姑娘她有一些叛逆 她還有一些瘋狂 爆料者其實就是張碧晨小姐 喔她自己本人 她自己本人她就直接發文說 她其實就生了一個女兒嘛 在2018年的秋天她就意外發現自己懷孕了 那她說他們兩個還在一起 其實好像感覺有在 拉拉扯扯的狀況下 華成語當時呢回應就說 她在微博上她就說 是的我們有個孩子 然後很大方欸 對 就是你覺得哇賽 男方是被女方刻意隱瞞 現在小孩一歲多啊 為什麼男方會不知道你懷孕的事情 屁咧 但是大家會要其實說 啊你們有孩子了 為什麼不結婚 對 對 可是問題是 華成語那時候就回應說 因為其實大家分開那麼久了 其實好像感情上 也沒有當時的那麼的 濃情蜜意或是那種恩愛 所以其實他們就覺得說 就是共同撫養小孩就好了 然後那時候張碧晨 他在那個微博上面也有回覆說 其實是兩年當中 兩個人的變化都非常大 就已經不像當時了 然後那時候華成語還給了張碧晨 就是一個天價數目 八億台幣 就是有人就說 欸你是不是就是要給他分手 其實沒有 華成語後來回應說 就是這個這個八億呢 其實就是八億台幣 其實是給小孩 送給他女兒的禮物 就是未來幫他買房子用的 就是一個你叫安家費這樣子 真的是很了不起 欸可是你知道能出八億 八億 這個人生家一定很好 對 我跟你講 華成語的家是非常的雄厚 他家到底有多雄厚呢 這個我就要先從 華成語的早餐文開始說起 為什麼 他就在這個微博上面 就PO出他的早餐文 對 他那個早餐文有夠了不起 就是說 就是 他都吃那種高級的西冷牛排 西冷牛排啊 西冷牛排啊 然後還有就是 你知道就是 哇塞比 新鮮的鮭魚 新鮮的旗魚這樣子 然後就有網友就是 蛛絲馬跡 在他的那個餐具上面 就有找出貓蜜 你知道有多有錢嗎 首先就是華成語 他PO出的這個高腳杯 他這個高腳杯 那是施華弱士奇的限定版 然後一個高腳杯的價格呢 要人民幣的7760元 哇塞 換算成台幣是3萬2 一個高腳杯 對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 他就是因為 吃早餐嘛 還有情調 他的那個竹台 他的那個青花瓷的竹台 是個Gucci 然後一個也要2萬塊的台幣 怎麼都是名牌 我們平常 早餐怎麼可能吃那麼好 沒錯 然後更厲害的是 他的那個叉子 不過你加一個叉子多少錢 你一雙筷子一雙叉子 一雙 10人家具那個 小肥百貨 小肥百貨 一雙就大概50塊錢 就大概10雙啦 我跟你講 那你這不能給我化死了 我跟你講 他那個叉牛排 那個叉子 一隻就要將近600塊的人民幣 等於是2500塊的台幣 這我沒辦法用耶 可是我好奇啊 那麼貴的叉子吃下去 真的好吃嗎 我不管啊 人家吃氣憤的 誰在管你好不好吃 然後那時候化成瑜 就有時候會PO一些 他家裡的那種家具文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他就是有一次 他就是化成瑜 就是坐在他那個 電視牆上面 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那張照片 就是有網友 就是去搜那個家具 在多少錢 對 結果你知道他一個電視牆 60萬的人民幣 等於是240萬的台幣 怎麼辦 我們就是一個電視牆而已 一年都沒辦法賺那麼多 化成瑜那時候就是 接受訪問的時候也說 對啊 我家境可能也是不錯啊 那這也是我父母給的啊 就是我還是敢念我父母 他就是沒有排斥 就是去說自己就是富二代 這件事情 可是那我想說 他也曾經有參加一個活動 就是那個跑車活動 你就看到上面就有 藍寶接你啊 然後還有那個 DNW的兵器那種 比較我們熟知的那些 名牌 名車 所以他們就有那種粉絲互動 結果後來呢 就粉絲互動的最大理是什麼 你知道嗎 L.O.V包包 但是問題是抽中的是一個 就是 女土豪的貴婦 就是一個貴婦 抽到了一個L.V的 就一個貴婦抽到L.V發包 可是問題是 他就說 我不要這個包包 我只要有親密的互動 就一個擁抱 一個抱抱 對就是這樣抱而已 抱一下 包包不要 我要包包了 其實看那個女土豪多愛話成語 可是 那時候 欸我要包包喔 你咧 我應該也 我這樣窮鬼啊 我應該也是會拿包包 我會要包包 我遠遠看 華成語就好了 我不用 對 不用得太親密互動 但是問題是 這時候來了 抱抱完之後 貴婦拿了一支鑰匙 就是藍寶監禮的鑰匙 可是華成語很豪氣的說 這個我有了 不用了 對 你看他多有錢 我跟你說這個還是他出道 因為當藝人嘛 就是可能 OK他可能水漲船高 所以他戶頭裡面就是有錢嘛 對 可是 其實就是華成語的同學 就有爆料 那個時候華成語 那時候 他還是學生 在念大學 念武漢音樂學院的時候 對 他就在開大黃蜂雪芙蘭的車上學 哇塞 OK你是富二代 那你爸爸是做什麼的 網友就有發現了 華成語的父親 是做這個銀礦事業 而華成語的大伯華福奎先生呢 他更屌了 他是在這個湖北 一份有限公司擔任副董這個職位 對 然後這個大家會聽起來 OK 湖北銀礦 OK聽起來好像真的蠻威的 那到底有多威呢 這個 他所從事 就是他的大伯跟他的父親 所從事這個銀礦事業呢 是從 比方說金銀礦的挑選 一直到冶煉到製造到銷售 這個一條那麼多產業 都是由他們家族負責的 然後他們甚至呢 就是有接手美國陽光金礦 然後幫忙去挖礦 幫忙去冶煉 還有就是他負責甘肅省的所有的金銀礦事業 就是一把抓就對了 然後就有網友粗估 就是他大伯那個公司 就是一年至少有18億人民幣的收入 換算的台幣約莫是六七十億 哇 一年一年的收入 所以 用個Gucci 用個施華弱士 其實開個大黃風 應該還好吧 對 好啦這不是我們窮人家能想像的 一件事 算了所以你就會 你後來你就會聯想說 OK就是 為什麼張碧晨會那麼乖 能用乖這個字嗎 就是為什麼張碧晨會 這麼甘心的就是說 OK好那既然不要在一起 那我們一起共同扶養女兒 然後還就是好聲好氣 沒有像鄭爽那樣撕破指控啊 互相潑髒水啊 反而就是好像love and peace的 就是一起去抱戶口啊 然後那時候化成女排 跟張碧晨就是 拿了牌說 欸我們的女兒啊 誰誰誰這樣子 然後化成女排就是 一手單手抱著他的女兒 然後一直說好可愛什麼的 就感覺很溫馨 當然其實是沒有婚姻的關係 拜託喔 那以後我過氣了 連工作都不用了 對啊我就叫我女兒去 跟爸爸拿起來 哈哈哈 就如果 對啊就是 我跟你講 雖然大家會覺得 可能好像說不對 可是你要用人性去推 對啊對啊 因為化成女也是一個 就是工作能力很強啦 很有才華 就是真的會 蠻讓女生崇拜的一個男生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他的桃花很旺 很旺啊 其實不難 不難理解啊 對啊 其實化成女那時候 在參加快樂男生的時候 就出道嘛 他一開始就有跟一個 就是 當年51歲的一個演藝大姐 51 許晴小姐 就是有傳緋文 然後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 讓化成語 好像因為緋文這件事情 有點被看見 因為他那時候跟許晴傳緋文嘛 然後還有傳說 他跟許晴求婚 當然這當然是都假的啊 空穴來風啊 然後 之後呢 他又跟我們的小天后鄧子晴 就是有傳出飛文 因為那時候鄧子晴跟林佑佳分手之後 就傳說鄧子晴被想得很重 然後化成語就出現 然後就跟他在一起 不過 這件事情 兩方也都沒有證實啊 最後 不過有一點小小的貓膩就是 那時候鄧子晴他有上節目就有說 他有跟一個男生交往 但是後來是迫於無奈 不是因為不相愛或吵架分手 就迫於無奈分手 然後他就是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走出來 然後他也因此得了憂鬱症跟強迫症 然後就有人說 這個人是不是化成語 因為鄧子晴他有寫了一首歌 叫做 化成語落下 化是化化的化 化成語落下 感覺男生 其實鄧子晴那時候 還很期待可以跟對方複合 當然這個人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化成語啦 但是他說迫於無奈分手 你看那個時間也是2016年 然後2018年就是 張畢成懷孕 對啊 然後你又開始對鄧子晴的話去對 你就會發現 鄧子晴後來發現 就真的沒有辦法在一起 對 搞不好就是 就是一樣 張畢成跟他在一起 然後又懷孕 當然就是不可能 哎呀 所以我媽說 所以還是女生靠自己嗎 就是你一樣可以談 不要找太帥的男生 不過我是外貿協會的 我都找帥哥 好像是 對啊 你看我男友多帥 你有看過嗎 有 你不要給我亂搞 哪天放出一個女兒 要我接受 放出一個女兒 我跟你講如果我男友他家是做那個 銀礦事業我OK 你有不OK 一定OK啊 對啊 因為他的出道過程非常的順遂 然後又獲得快樂男生的總冠軍 然後就是打敗了非常多的好手 然後就有人說阿你就是 化成瑜就是靠父親 靠爸 靠爸 其實也沒有啦 因為我必須要說的就是 我會注意到化成瑜 是因為他和那個 費玉琴小哥 還有木無慧 他們曾經就是有在一個學秀節目上 就是叫做天賴之戰 他那時候就是跟小哥費玉琴他們一起擔任評審 然後那時候我看電視的時候我想說 哇這男的好帥 這花瓶男好帥 可是他評審坐在那個位置 就是那時候你會覺得 欸就是一個小帥哥 他要什麼資格跟小哥坐在一起 不過那個時候化成瑜就有在 那個天賴之戰上面就有表演他的歌曲 齊天大聖 我十七天大聖 就是我就覺得哇 他真的一開口 就是你會被他吸眼球 他真的站在哪裡 哪裡就是中間 錢財萬貫 可是他還是非常努力在音樂造業上 還有在創作上 然後也非常努力的工作 所以就是 比你厲害的人不可怕 是比你厲害 但是又比你更加 又比你更加 最可怕 對啊 OK好啦 我們今天聊八卦就到這裡囉 掰掰 到這裡 是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